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来给大家说一下 只有380伏的电源 能不能接亮220伏的灯 那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们的灯它是220伏的 那380伏接上之后呢 这个灯就会被烧坏 那接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 什么是上节压 什么是现节压 大家看 那我们一般线路当中呢 有这些线 A B C N P 那这些我们找完之后呢 就能把这个220伏的灯 运380伏的电源接得亮 那A向为火线 Z向为火线 C向为火线 它们的线的颜色为黄绿红 N呢 日班是零线 那日班我们运蓝线 直线就是中心线 D线 我们日班呢 运黄日相间的线来给它接上 那相间压是什么意思 火线日日相和零线形成的电压 称之别相间压 比如A向和N向呢 形成了225 相间压 B N形成了225 C N形成了225 那这就是啊 相间压 那什么是相间压 A向和B向形成之间呢 相间压 就是两根火线之间呢 形成 现间压 A向 B向 380V A向 C向 380V B向 C向 380V 相间压呢 就是220V 现间压呢 是380V 现在我们就可以啊 用380V的电 来接量 220V的对吗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接线图 A B C 三项为 现间压 然后我们分别呢 它的上端接一个灯 那下端呢 我们连接到此 这个部分呢 形成了一个中性结 那它就是啊 新性结法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15界线 大家看 那这是一个啊 三项接源 A B C 然后呢 它的 上端 我们接灯 第一个灯 第二个灯 第三个灯 那 这样 它就形成了一个中性结 大家看一下 这个中性结呢 和任日的日相呢 形成220V 那 合择之后呢 这个灯就被减掉了 但是呢 它们有一个缺点 就是啊 这些灯的工具 一定要 一样 这三个灯呢 不能一个灯大 一个灯小 它们的工具 都要相同 那 第二个 缺陷的条件 就是啊 这三个灯里面呢 这个灯都不能坏 如果 这十个灯坏了 那 这三个灯 都不会正常使用 所以着 我们要保证 这三个灯 它们的工具是这样的 还有呢 保证 这三个灯呢 不能损坏 认识的这个 坏了之后呢 我们立马就要更换 这样呢 820的灯 才能比 380的电呢 给它减掉 这就是啊 老建工 经常都要干的 不会接的朋友们呢 解除市场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日子来 交流学史